明天打硬朴 明天说不好不是打硬朴呢 不是我真去上路掠一下钢子呀 你们问问上路他遇到我他慌不慌 有什么一句话让Def的破防吗 我看那个短视频现在刷的都是 我感觉不如Def的 反正只要跟Def的相关的硬朴好像就要破防 其实我最关心的是中路啊 电棍跟西叶两个人到底什么水平啊 有人知道OTTO现在什么水平吗 他打不打得过西叶啊 西叶现在含服300分 西叶含服300分啊 259分啊他很努力啊 他这几天天在含服排位 OTTO含服黄金是吗 要不我去中路吧 我去打一下OTTO 要不西叶别上了让童心上得了 反正都是一家人 蹬着西叶的账号 然后童心来代打 今天有训练赛吗 没有训练赛啊 不是 您不是都还在外面旅游吗 明天 明天回来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这是我这几天的第一盘排位啊 兄弟们加油 我们明天是打几盘啊 真招自选大乱斗吗 哦 大乱斗好像 大乱斗他们也赢不了我们吧 大乱斗他们是真赢不了我们啊 我们是大乱斗选手啊 我们不知 除了我 我们这全是大乱斗高手啊 唯一一个他们赢不了的可能就是大乱斗了 我真不知道打几盘 你们跟我讲 我才知道原来是三把还不一样的模式 我没注意看那个赛程 我只知道23号有这么 有这么一个赛事 娱乐赛事 我明天打什么位置啊 明天看吧 反正跟大家说的 我先选个卢西安 到底走哪条路再说 明天还要提前去测试一下设备 我们还是去专门的比赛服啊 我靠 超级待遇 对啊 卢西安也能打野的 卢西安辅助 卢西安打野 更不用说其他三条路了 玩游戏靠的就是开发 你有一天会想过EC能下路辅助吗 还能赢 还是比赛 说不好 到时候卢西安打野成主流了 直接一选卢西安 每一条路都能选 每一条路都能玩 每一条路都能玩